不靠宫斗上位 没有母家撑腰 历史上甄嬛的原形究竟有多惨 影视作品中 甄嬛总是以成功者的形象使人 皇帝恩宠 自身聪慧 律师小记就坐到了皇太后的位置上 然而甄嬛的原形 孝盛显皇后 却远比影视作品中凄惨得多 不仅前拜生不得胜宠 就连死后也没有与雍正合葬的资格 如果不是一次命悬一线的付出 给了他重生的机会 恐怕历史上的甄嬛 永远没有逆袭成孝盛显皇后的机会 点个三连 咱们接着往下讲 康熙43年 12岁的纽护鲁士 嫁到了雍亲王府 在外界看来 纽护鲁士的这场婚姻完全是高价 中国自古以来讲究门当户对 纽护鲁士虽然是一个显赫姓氏 可他却只是旁之 父亲在朝中担任四品官职 根本无法为他的姻缘提供任何助力 再加上纽护鲁士容貌并不出众 飞上了枝头 却不得印真宠爱 只能以格格的身份寄居在王府中 特别是1711年 年氏嫁入雍亲王府后 纽护鲁士的身份就更加尴尬了 当时雍亲王忙着在前朝周旋 乌拉纳拉氏与年氏 就成为了印真回府后的情感慰藉 至于纽护鲁士则完全被他遗忘了 幸运的是天无决人之路 不久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实意 改变了纽护鲁士的命运 印真染病后 雍亲王府内的众人害怕自己被传染 根本不敢上前示极 唯有纽护鲁士挺身而出 一不解怠的照顾着印真 在这段时间里 印真对纽护鲁士有了彻底的改观 两个人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 儿子红利诞生后纽护鲁士母平自贵 他在王府内瞬间便有了话语权 只不过靠感动得到的爱情 终究不长久 没等纽护鲁士怎么享受夫妻恩爱时光 印真便对他渐渐疏远了 连带着儿子也不受器重 直至康熙61年 康熙皇帝在圆明园赏花 印真带着红利前去拜访 可能就连印真都没想到 这个不到12岁的孩子 竟能让康熙赞不绝口 甚至在与红利交谈后 康熙还亲自面见了纽护鲁士 并直言他有福气 虽然康熙并没有点名 纽护鲁士究竟有什么福气 但很显然 一心想到皇帝的印真 将康熙的夸赞认真地记到了心里 公元172年 印真顺利继承皇位 开启雍正时代 或许是意识到了纽护鲁士的与众不同 他极为重视纽护鲁士的妃嫔公位 一路将纽护鲁士扶到了西贵妃的位置 作为仅被宠幸过一次的妃嫔 纽护鲁士显然已经对西贵妃的名号十分满意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不久后 乌拉纳拉士 也就是后来的孝敬显皇后 暴病身亡 年费也死在宫中 就连年费的孩子也在其后夭折 这一系列的变故 直接让红利成为了雍正为数不多的皇位继承人之一 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 雍正13年 雍正帝突然病危 大臣们甚至都来不及反应 接到了皇帝驾崩的消息 按照雍正生前在大殿匾额后写下的继承人选 红利仓促上位 开启乾隆盛世 直到他上位的那一刻 纽护鲁士依旧只是个贵妃身份 乾隆为了孝敬母亲 皇后皇太后的孙号 给他通通安排上 为了抬高母家家事 乾隆还将母亲与纽护鲁士家族最显赫的 红义公义之合二为一 成为名义上开国远勋的曾孙女 这一系列越级提升的方式 为纽护鲁士争得了最后的体面与尊荣 不得不说 从不得宠的格格 到后来独享灵寝的皇太后 纽护鲁士的逆袭路 十分与众不同 不靠宫斗的他 终于凭借儿子 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逆袭人生 感谢收看我和百度百家号 共创的精品栏目 千古风流人物 欢迎百度搜索孝盛贤皇后甄嬛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